沒有啦,這個新潮流戰術非常靈活就是這樣,實在是了不起,因為實在覺得他們很了不起,所以講三次 民進黨說立委的部分,他們還是認為可以跟民眾黨來整合? 這個換誰講的 徐世華早上說,希望范綠整合,除非你認為你們不是什麼台灣主題 沒有啦,這個新潮流戰術非常靈活就是這樣,實在是了不起,因為實在覺得他們很了不起,所以講三次 新潮流戰術非常靈活 所以不可能嗎? 不是啦,我要比他戰術更靈活才可以 所以你們覺得應該被歸類是伴侶? 其實2020,如果只有,我在思考這問題 是不是要這樣,整個台灣的選舉就是藍綠這樣,其實應該有一個,有另外一個軸線,國家之力 比方說今天講這個比特幣,講這個blockchain,區塊鏈 還有這種科學啦,物實啦,這種所謂的價值 沒有要把他存覺的藍綠,要把整個國家的問題全部簡化成藍綠 實在是,所以喔,不過是這樣啦,新潮流一向非常的靈活 對,就是這三輪的原因是,所以平臉也就有一個日子 非常靈活,這裏,隔添微的事 對,現在這些都會有一分寫,在裡面